大口常美食 住鐵道旁的貧困家庭 到柬埔寨慈濟會所 溫馨聚餐 歌詞唱出幸福的臉 呼應這群孩子 回避過去沒有讀書的日子 如今能受教育 幸福爬上臉龐 小孩子小朋友 他們來讀書 那我們就來做吧 那幾年的音樂 我們斷掉過 我們希望現在在法階級 孩子們領到文具和餅乾 此季不止給伴手禮 後續還要給長期陪伴 用教育翻轉宿命 大愛新聞 珍善美之工潘小彤 洪文清 柬埔寨報導